坐率达七成 现场有打机评述 观众反应热烈 四强赛由港澳台队对欧洲队打头阵 两队选手都曾经是游戏英雄联盟世界冠军 激战三个几宗 港澳台队以2比1胜出 电子竞技将会是2022年亚运比赛项目 也是政府要大力推动的产业 唯一参赛的香港代表25岁的刘伟健 本身是职业电竞选手 他希望电竞节令更多人明白 打机也是产业 这件事我相信是给所有家长 或者老一辈的人可以看到 原来电竞是可以有这么稳定的发展 还有它是有人工可以拿的 不是真的无所事事 如果香港以后还会有这些大型的比赛 我相信可以慢慢追上其他国家的脚步 电竞音乐节由女法局主办 政府资助3500万 这三天里面总共会有三场英雄联盟的赛事 在网上做直播 女法局就预计一共会有1000万人次收看 除了场外电竞比赛和音乐会 洪馆外亦举办加年话 有电子游戏试玩 亦有美食车等 无线电视记者随指认不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